你看这个黑人怎么了 只要大笑嘴里就不停地吐出树叶 他询问旁边的美女看见没有 可他一转头嘴里又不断地吐出树叶 他叫杰克是一个出版社的代理 有着一张刀子嘴 为了达到目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口 你看他买咖啡不想排队 就这样 免去排队 就连钱也不用付了 他也就是靠着这样的机灵小嘴买了大别墅 娶了漂亮的老婆 生活过得美滋滋 这天他又遇到一个大客户 只要签下这个客户 他就能再换套大房子 杰克对着哲学大师说 你只要把版权卖给我们出版社 我一定能让你的思想遍布全世界 你不要再犹豫了 说着说着 手铐在树上被扎了一下 杰克并没有在意 好在哲理大师还是被杰克签了下来 签约成功后他高兴坏了 他第一时间去看望母亲 母亲老年痴呆 总以为是自己丈夫 杰克一再表明他是儿子 小时候父亲对杰克很不好 这也让杰克至今学不会做一个好父亲 好丈夫 这天夜里杰克正在和老婆吵架 突然院子里钻出一棵树 杰克跑出去一看 这不就是扎伤我的那棵树吗 第二天 杰克找来那个哲学大师看看 大师告诉杰克 现在你的生命已经和这棵树融合在一起了 只要你说一句话 这棵树就会掉一片叶子 如果这棵树的叶子掉光 你也即将嗝屁 可杰克不相信 所以试了一下 这下他终于信了 可现在树上也只剩下一千片叶子 杰克急了 说着说着就拿着斧头朝树上砍去 突然杰克自己也被弹飞十多米 身上还多了和树上一样的伤疤 这回杰克算是老实了 大师说我要出差三天 为了不让树掉叶子 他决定用写字代替表达 可这样树叶还是掉 因为不能说话 他只好靠笔划交流 可笔划来笔划去 结果变成了六杯豆浆两个汉堡 等红灯时还遇到了一个盲人问 他可以过去了吗 他用鼻音说了个嗯 盲人直接闯了红灯 这下的杰克赶忙上去引导 自己还差点被车撞到 买的豆浆 最后也只剩下了一杯 刚来到公司 老板叫他接待一位重要客户 可在树这边 正有几只松鼠在树上跑来跑去 在这边的杰克也感受到了 就这样 这个大单子成功泡汤 作为曾经的销罐 老板亲自上马带他弹单子 但没想到家里的用人 正在给树驱虫 这边的杰克一时被烟熏得醉熏熏的 结果把东西直接插到老板鼻孔里 这下杰克直接被开除 但这还不算最糟糕的 因为不能说话 老婆叫了他几下 他都没回应 老婆以为杰克耍脾气 于是老婆自己带着孩子回了老家 杰克心想不能再这样下去 得想想办法 他心想是不是自己平时缺德事干多了 随后他就买了一大堆食物发给乞丐 紧接着又去给修女捐款 觉得捐款不够 又把劳力士手表捐了出去 可这样依旧没有效果 随后他做了最后的挣扎 帮小女孩救一只猫 没想到自己还摔得不轻 可就算这样 叶子还是在掉 好在杰克快要放弃的时候 大师出差回来了 可大师告诉杰克 我也没有办法 这下杰克彻底绝望了 杰克喝得烂醉 还生气的拿着酒瓶砸树 结果自己也疼得不轻 杰克彻底崩溃了 他再也压制不住说话的心情 随后随心所欲的开口说话 助手为了不让叶子掉完 只好一棒把杰克打晕过去 随后封上胶布 第二天清醒后 杰克看着这仅剩一点的叶子 他忽然明白了什么 随后他找到妻子 说出来最珍贵的话 站在陌生的店员面前 送出了限量版CD 店员高兴坏了 随后他买了一份 自己小时候爱吃的雪糕 来到海边 他看着人来人往的行人 杰克发现 自己失去了很多快乐 他也终于明白 幸福并不需要很多钱 幸福对于孩子来说 或许就是去一次游乐场 对于成年人来说 也就是一个恋人的吻 对于老年人来说 就是相守的陪伴 随后他来到了母亲这里 想趁着还有时间 陪伴一下母亲 母亲还是把他误认为 是自己的父亲 但杰克并没有忙于 纠正母亲 只是和母亲 好好地聊一次天 随后他亲了亲母亲的额头 告了别 这时树上只有几片叶子了 随后他来到附近的坟前跪下 对着从小就很严厉的父亲 说了三个字 说完 全部的叶子都掉光了 而杰克也跟随着倒下 不过随着一个电话打来 树充满生机 杰克也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 生病其实就是对生命最好的教训 珍惜眼前所有的一切吧 就算了